北京时间1月4日 洛杉矶胡人克里夫兰骑士以及纽约尼克斯达成了一笔三方交易 在这笔交易之中 尼克斯得到瓦伦丁王哲林 2016年57顺位的签约权 布拉德纽利 2007年54顺位的签约权 以及来自胡人队的部分现金 而骑士得到老将空卫龙多 胡人则得到路易斯拉贝里 2014年57顺位的签约权 而根据著名NBA记者沃纳罗斯基的跟进报道 尼克斯从胡人得到了110万美元 尼克斯预计将会裁掉瓦伦丁 让他成为一名自由球员 胡人通过这笔交易 节省了工资和奢侈税大概400万美元 并且腾出了一个阵容名额 胡人队的斯坦利约翰逊 以及达伦科里森的10天短合同已经到期了 目前斯坦利约翰逊凭借着自己积极主动的发挥 已经在胡人轮换阵容中争取到了一席之地 作为一个兼具体型和运动能力的风险汉将 约翰逊是胡人急需的球员 预计胡人会选择留下他 龙多是这笔三方交易的主角 本赛季龙多为胡人队打了18场比赛 发挥一般 在胡人 龙多表现并不多 但对于后场缺冰少将的骑士 龙多将会得到重用 因此龙多本人对于这笔交易也是支持的 在这笔三方交易之中 中国球员王哲林则小小的刷了一下存在感 王哲林是在2016年被灰熊选中的 此前在马克加索尔的交易中 王哲林的签约权被送到了胡人 但胡人并没有动过把王哲林带到NBA的念头 记住住住五把王哲林